hello,大家好,我是黑星期视频,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国战系列,那么在开始本期视频之前,我还是要先讲几句,就是依旧是每周,呃,每,每,每期视频之前的几分钟闲话时间,就是关于最近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素材这么少是怎么回事,我很想,很想,想多积累一些素材,但是选了又选,要不就是一些就是,我感觉放出来肯定会被你们骂的视频,要不就是,反正一些就是, 虎头蛇尾的,你知道吗,让我觉得很,就是说很苦恼,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这个活动吧,呃,十电阉龙活动,每天真的总能遇到,又遇到一些喷子,我都已经被他们喷够了,哎,你说吧,真的是,你自己打的,就是说,嗯,你自己选将选的不好,我能接受,你选一个,比如说,啊,没有接的武将,我也能接受,你好好打吗,好打, 你见过有,我上次遇到一个,我昨天遇到一个玩家,我真的在气死了,开局,一号位选了一个,一号位我们,我们,我们队友三个嘛,一号位选了一个雇佣,也就算了, 我不管几节武将的,只要,主要是看武将你选什么,他选了个雇佣,我真的,哎,也就算了,雇佣就雇佣吧, 二号位吧,他进来,我就发现他奇奇怪怪的,首先他等级不怎么高,我也没放在心上,第二个,他,他就亮了一个火,火包的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想想,你无所谓了,你只要武将选的好一点,就OK了,结果吧,时间都,独条都到了,选了一个,寒号使唤, 我当场就晕过去了,然后他还说了一句,我们有好的武将选,然后我呢,我这边看看他们两个人又不能打,你说他们一个雇佣,一个寒号使唤,你说怎么打, 然后看他们两个又不能打,我跳了半天,就是幻将,幻将卡,你们看看我幻将卡,用到快没有了,幻将卡在哪里, 我本来五十多个,换到剩三十三个,幻将换到就是八个武将全,换掉了,好不容易来了,我来了一个五阶的森策, 我就选出来了,结果二号位那个玩家上来就问,怎么办,他说,我没有别的武将可以选, 他说,我只有这一个,还是没有升过阶的,我当时也没说什么,我说没升过阶的,你好好打, 我和这三个武将,我们磨也能磨过去,结果他架了一句话,就把我惹火了, 他说,要么我们直接把孙策打学醒吧,然后一号位说,一号位没说什么,一号位说,问我同不同意, 然后我当时没说话,因为已经轮到一号位动牌了嘛,就是我们三个人, 我们第一个,第一个玩家已经要动牌了,我们三连动嘛,对不对,他, 他问我要不要这样做,我在打字,我还没有打完,结果他杀就已经杀过来了, 我说那扣血就扣一血吧,因为我没闪,还是我有闪,我忘了,反正我第一次我是扣血了, 然后两号位那个韩昊使唤,就是看着我扣血了,然后就说,那我就,那我就直接杀你了, 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不要,然后他就很生气,他比我还生气的回了我一句, 他说你孙策不觉醒怎么玩,我就来了一句,我说这才第一关, 我说你第一关这个武将,你万一第二关遇到什么宋帝王, 不是宋帝王,那个叫智,五官王吧,就是那个智望的,就回合外什么摸牌, 什么就是回合外获得手牌,气你牌,然后他回合结束,让你扣两滴血的那种, 我说要碰到这种武将,要不就碰到什么平等王啊,什么, 什么你你他死了,你把你把那个你把那个你把对面杀死了, 他说你扣三血的那种武将,我说如果遇到这样这样的武将, 我一血然后弄死我,我怎么玩,我说,我说我没有多少干露的, 我说这才是我的第一把,第一把视频,因为是我打的第一把嘛, 每天你要游戏一把,系统才送你个干露,虽然我是五节武将有个免费的复活机会, 但是我也不想浪费啊,对不对,我这才第一关就把我打觉醒了, 好第二关,万一他,那个血池每回都崩我两血, 我这要浪费多少多少干露去复活, 结果他来着就你怂什么,我就说这不是怂不怂的问题, 我说你要打觉醒没问题,你至少到第三关或者第四关的打觉醒吧, 好歹你撑到你第一第二个打完了,或者说你打到第三个了, 或者说打到最后一个转轮王了,你觉醒那没什么问题, 直接拿到第一关就把孙策打觉醒的,还强制让他觉醒, 然后,然后他就逃跑了吧, 我忘了,没有逃跑,然后他就不动了, 他,然后那个他杀我,他杀我,我就闪了, 闪了之后他会在那边冷嘲热服, 说你孙策不觉醒怎么玩,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没说什么, 我说我,我不要强制觉醒, 我再次很淡定的跟他说,我说了一句, 我说我不要强制觉醒, 因为从头到尾我虽然生气,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吵, 因为我没有打嘴炮的习惯, 除非你说的太过分了, 他就一个劲的就想要求我, 就是说一定要我觉醒, 我就,我就淡淡的来, 我说我,我说不用强制觉醒, 我说随缘就好, 然后一号位出来打原厂说, 哎,他不愿意就算了, 而他说他不愿意就不要强制杀他了, 你何必呢, 然后那个玩家就没说话了, 然后紧接着那个, 那个鬼,对面那个鬼把他打死之后, 他就直接,直接,呃,不复活, 就是也,也不,也不吃甘露, 也,也不就是说用银,银两复活, 元宝复活, 我是不知道他没有甘露, 还是说不想复活, 反正就死了之后就直接就离开了房间, 然后我跟雇佣两个人, 我们两个就是, 我就是没有强制觉醒, 我第二关果然就碰到了那个五官王, 上来就狂崩我, 然后我就靠着一次免费复活的机会, 和我昨天设下来的一个甘露, 然后我们最后打到了转轮王, 赢了呀, 就我靠,就靠我跟雇佣两个人, 我们我们最后赢了, 因为雇佣当时说, 他他他他那个他离开房间了, 他说要不, 雇佣有一次被那个第二关被那个五官王崩死了, 他给我他死之前来的, 他说不要救我了, 他说我们也我们也打不赢了, 我就我我出了我那个免费复活的机会给他了, 我说你好好打我们能赢, 虽然第三关碰到那个那个叫什么都市王, 我有点神经病, 他那个呃他那个就是技能, 我没注意, 我还是九普通杀他了, 因为他火杀才有效嘛, 我还是九普通杀他了, 然后被那个雇佣嘲笑了一下, 但是我后面我们后面打得很顺啊, 没什么问题啊, 我真的很烦这种武将你, 这种玩家你进来, 你选一个垃圾的武将好吧, 你选就选了, 然后还就是说在那里带节奏, 然后就觉得哎, 我我们赢不了了, 他那种说那种丧气话, 然后把整个气氛都带得很低迷, 然后又觉得自己自己很, 自己就是说什么都懂的样子啊, 什么孙策不觉醒怎么打, 谁告诉你孙策一定要觉醒的, 就是说这么早觉醒的, 哪有第一关你就让孙策强制觉醒的, 真是无语让人觉得, 我碰到这种玩家也是够了, 我从来就没觉得你说, 我上一期还说过, 我说你选什么武将我真的不介意, 只要你打的不坑就可以了, 哪有像你这样的上来强制要求队友觉醒的, 你不是坑人吗你这是, 这是让我觉得受不了, 好,真是, 好, 我希望就是说以后能打十天烟罗的时候, 少碰到一些坑爹玩家, 真的是, 你如果就是说自己武将开的比较少, 升阶也没有升的话, 那就闭嘴, 好好打就行了, 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 有什么问题你说, 但是你不要就搞得一副自己就是MVP那种情况, 一切就是整个场上的核心由我来掌管, 没必要了吧, 好,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把录像, 这把我们是那个主持者玩家选择的贾许跟马腾, 今天视频全都是国战系列啊, 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个万剑带出来了七号, 六号位跟八号位, 以及一号位的三个大卫国, 分别是曹操, 离点司马懿假曹丕, 草操下后蹲, 六号位, 然后八号位是离点跟司马懿, 然后一号位是曹丕, 好, 开了个乱舞, 然后吕布跳出来无双, 其实这个乱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张万剑启发, 漂亮, 那你下一个一定要收草皮, 因为它很烦, 因为怕四号位是队友, 所以说给它打了个桃, 你躲得过一个万剑, 躲不过第二个决斗的, 这个五号位, 就是我没有屏蔽房, 他们说话之前刚刚说了一句, 我按到死, 结果紧接着乱舞就亮了, 真香, 好, 不过事实证明就是说四号位, 他还是一个大卫国, 好, 离点, 呸, 鲁苏在这里坐腰了, 那我们只能杀了他了, 杀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肯定不会死, 他不会死的话, 我们就可以三千刀趴他, 好, 稍等一下, 我这边来了个电话, 好, 不好意思, 接了个电话, 我们继续, 好, 他这边无双, 然后鲁苏这边就直接就放弃治疗了, 就丢掉了, 就没有不屈了, 因为也赢不了, 你看貂蝉吕布加上我们这边马藤跟贾许二打一首先, 在其次他有个离剑, 离剑加无双, 真的不好打的, 好, 来看这把录像, 这打我们是主持下玩家选择了庞统跟姜维, 姜维的话其实一般都是放副将, 很少有看到姜维放主将的, 当然也有很少, 只是很少而已, 开局一号位万剑, 然后跳出来一个三号位的夏侯顿以及五号位的邓爱, 其实我觉得国战场挺刺激的, 刺激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 呃, 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盲狙, 而且有时候你盲狙的, 就是说盲狙的时候, 你被你盲狙的对象如果没死的话, 还真的不能怪你, 因为在身份未知之前, 杀谁都是没错的, 如果说你, 就是说你玻璃心的话, 你说话, 就是说通身份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一般国战场里就是说打错人的话, 盲狙盲错人, 就算盲了队友, 应该也不会被说什么, 因为很正常的, 你像这种大嘴开局, 袁绍亮出来就是这种万几, 乱击在全场的, 队友就算被射死了也没话说, 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有的大嘴, 大嘴周氏, 你除非话牌说, 我是你队友, 你别再射了, 我要死了, 否则你只能被乖乖弄死, 真的是, 不过如果不是像周氏这种武将, 让你强制亮不出来的话, 那么有一些武将你在做, 比如说有一些, 就是说跳出来带节奏的时候, 你快把它收掉的时候, 有些武将的有些举动, 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不是你队友的, 比如说他不停地吃桃, 那可能在暗示, 你不要再杀了, 我就是你队友, 然后当然也有人玩得很聪明的就是, 玩得很聪明的就是, 比如说我要, 一个南蛮放前场了, 看到有人快扣血了, 我诶, 我客套救他一下, 我不收他, 对不对, 我先把明着的收了, 那如果一个都没明的话, 那你只能就是说, 放死就放死吧, 那队友也没办法, 那最衰的可能就是袁绍, 他开局乱鸡吧, 呃, 袁绍周氏开局乱鸡, 霍水把蔡文鸡带走了, 那可能还断肠, 还弃光所有牌, 太惨了, 好, 我们说话之间, 这边跳出来二号位的松上香, 以及我们这边, 四号位的姜维旁统亮了, 以及这边七号位的袁绍和他又出来跳节奏, 那袁绍这波剑如果射不死, 诶, 我刚想说你射不死的话, 你说的, 好歹留一个, 留一张牌, 留着震毒用吧, 虽然场上好像没有, 就是说平血的武将, 这边一号位的离点应该是去了, 结果这边和太后两个桃, 磕得到爽, 我还想着你要不要留张牌, 就留着震毒啊, 要不直接断肠断邓爱得了, 神他这三张田在这做腰, 肯定是断邓, 肯定是断他邓爱, 现在邓爱就是个废人了, 杀呀, 这个男蛮, 如果只是为了收到香香的话, 我觉得有点冒险, 因为毕竟带了越近一些, 还开, 孤注一致吗, 是决定, 你这就有, 你这个就有送, 送蜀国的嫌疑了呀, 你这打工嫌疑太明显了呀, 而且你这个, 这个闪电, 你如果不搞掉, 张维在这里, 你等于送我们啊, 我们毕竟主家还是旁统连环呢, 我们都关好了, 肯定是中的, 张人亮出来也没用, 闪电爆了, 跑打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真的是, 两个男蛮开的真的臭的不得了, 不过不开也一样, 还是改变不了什么局势, 好, 来看这把录像, 这把我们是那个主持人玩家选择了, 应该是鲁肃跟孙长先生, 哎, 居然选了炎良文丑跟袁绍, 那也行吧, 那我想说这把视频肯定也不会是手亮的, 因为八号位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手亮的话, 我不会亮出来的, 我不会放出来的这种视频, 好, 开局一号位司马懿抢手亮, 然后一个男蛮蹦出来三号位离点, 五号位夏侯敦, 何必呢, 哦, 主将放逐, 那可以, 再开桃圆, 有个卧龙, 但你这个卧龙就只有一张黑的吗, 真衰啊, 真是, 好, 四号位的越境跳出来, 大卫国集结完毕, 分别是一号位的司马懿曹批, 三号位的离点徐晃, 四号位的越境, 以及五号位的夏侯敦, 以及五号位的夏侯敦, 我说了, 我说了六号位就算是卫国也是野, 拿顺手, 对, 其实不拿顺手, 拿杀也可以, 那张红桃杀, 因为你要乌乱鸡的嘛, 好, 离点一把也可以摔带节奏, 不过你杀完二号位之后好就没距离了呀, 这张乐伤了, 不过两号位还真的不能就是说被他收掉, 要不然一把牌全弄到草坯那里, 不好搞, 我们这个暗将是怎么惹到你了呢, 气我们还偷我们, 还偷我们的南蛮开出去, 放住放我们了, 我都猜得出来, 哎咻, 六号位画佗跳出来, 没有意义救的, 你看看大卫国这把真的是, 顺八卦吗, 没意义要顺八卦, 肯定顺手牌啊, 黄狼相连离国灭世, 你杀他也没有意义, 就算八卦判不中, 他也可以改判改中, 哎, 祝国亮在这肯定要死在这里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死, 所以说两号位到底什么, 大群吗, 不像, 我感觉像吴国, 蜀国也有可能, 张和司马懿都这样了, 你还要这么刚, 真的好吗, 对了, 偿王佬, 他也有可能, 我感觉像吴国的女生, 但是我们这边救了, 救吧救吧, 让他苟延残喘一下也好, 否则下创杀杀杀到我们头上来, 要么杀到话头头上来, 2号被翻到死 曹丕开心得不得了 觉得 哎呀 2号的牌都是我的了 就不给你 那我们这边就是要再 让他拿到牌之前 把他弄死 顺呗 左边加一右边队友 左边 对左边是加一曹红 右边不是队友 他那张是方块顺 我以为黑桃顺 我刚刚说左边加一右边是假许 帷幕不能顺 结果一看方块顺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 双雄呀 不过只有两张红的吗你这是 你敢忘记吗 决斗操批 对 我让你拿到两号位的牌 你也不能用 决斗他呀 你我一人在此 何去化雄 听叫他 有趣无回 你我一人在此 何去化雄 听叫他 有趣无回 不要作死去决斗下火蹲啊 刚练下来 你到时候又那个 二流张闪的给他好了 肯尼估计手里边两张闪 化妥赶紧把自己的血回上来 对 双雄 对双雄 你偷呗 赶紧偷 赶紧偷 要杀也杀我们啊 我手里一张什么牌 你都知道啊 化妥 万一最后一张不是红的呢 那你不就能收两张吗 想好了没有偷不偷啊 投降了 打不过啊 我一人在此 化妥 哎妈呀 吵死了 化妥那个血只要回上来了 你根本就没有希望 好来看这把视频 这把我们主持小玩家 选择了寻遇跟月境 其实有鲁苏跟苏尔香 但是一般人肯定不会选 那个选大卫啊 真的是 这把视频居然11分11秒 想表达什么吗 开局 一号位袁绍跳出来 乱击一波 跳出来个八号位的国家 以及一个四号位的重量 这把没有没有曹操吗 曹批也没有 夏侯敦也没有 然后 那个 邓爱也没有 就一个国家 哎呦 杀了自己队友 不过你一个草操人在乱击 你为什么不亮啊 真是 你好搞笑啊 草操人家乱击你不亮什么意思啊 魏妍黄忠也是恶心 三号位你们都跟看到了一样 就好像一定觉得是秦雄是吗 我是知道不是蜀国 但是 秦雄我是没想到 有可能觉得是个魏国 我 买不穿 还拆什么加一吗 哎 直接列宫了呀 拆加一嘛 妈呀 你还不超拆手牌呢 或者拆铝布牌也行啊 这个远交漂亮 对 不要先远交进攻 直接冠石斧 万一远交来一张桃怎么办 对 不要先远交进攻 拿决斗 不知道国家还有没有命活到那个时候啊 哦 有命 我们接下来就踏动 我的妈呀 副驾还是张和 副驾还是张和 无限你要不留着吧 我觉得把冠师傅丢了比较好 我怕借刀啊 顺手啊这种 趴呀 对 趴流善呀 趴什么 一样的 没区别 我觉得 这个 巨り 巨尖的质量非常不错 三斤听我号令 运气不好 刘晒 你觉得捡了会给你捡到吗 黑桃 肯定没有 再见 屈虎杀一刀结束 这把视频 这把视频就整个 整个细节 就是整篇来看 除了那个 曹操不知道什么鬼 就是袁绍亮出来的时候 你不亮出来那个收牌 我不知道什么鬼之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打得还可以 从头到尾打得还不错 好了 看这把录像 这把我们主持者 选择了黄元英江维 那么这是今天的最后把录像 放完这把录像之后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视频 开局首亮 一张仅那么得 有一张 也没有极致 就只是万箭启发而已 然后没有一个卫国亮出来 是认真的吗 好 二号位过 三号位火攻看下牌过 四号位 剩上加杀下加过 五号位周瑜亮出来了 你们这样打真是 天呐 无脑猜方块 真的是 以前就是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 如果就说周瑜 让你反箭猜花色的话 实在不知道什么 就是无脑猜方块 然后我们这段时间猜的都是方块 这边七号位有点像蜀国 先标一个吧 感觉有点像蜀国 关心居然没有红桃 还有就是我见过史上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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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运气不好的黄月银开局一锦囊真的是够了 三号位去杀五号位然后六四号位的香香亮出来 这边六号位猪葛亮亮了 没想到哦 七号位移代劳过然后八号位过 这个时候亮了个黄月银哎 漂亮 这个这个九杀九杀扇子不错 不过你既然决定不要亮黄月银那你铁锁连环就不要亮 除非你是关过牌之后发现你必须要铁锁连环 就是发动几只才能摸到杀的你亮 没没没话说 不能老选方块啊是不是又选方块 你跟卧龙拼无懈真的是 非属妥妥的 哎呦七号位居然不是属国标错了呢 哎这一波爆发可以的 哎呦桃子 怎么这把全是大无国呀 七号位是搞笑上一把还在杀杀鼠国这把就救了 哎呦桃子还有 三号位什么 大卫国哦还好 庞统还好 没办法了 拿吧拿吧给他吧给他吧 这两个桃吃的真是让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波大五国打的真的是 哎 二打四还可以 哎呦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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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周瑜当时磕两个桃磕得爽不过也没没办法 你两个桃不磕你也憋不到手里你周磕你不磕的话丢光的 这一波崩的有点快呀各位 这个远交进攻可以的 我把他复先在叫什么 干咱们 你周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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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你呀 你周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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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他要再不驱挣扎几下 结果直接离线了 还行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拜拜